没有贴贴这一说 两边还是很和谐的 还是很正常的 下路尬了是多蓝之刃 防止一级被窝印直接打到玩不屌 带了一个多蓝之刃 自己带了一手进化 外拍这里是常见 一上去偷了一手钱 就从这里免费偷了十来块 十一块的六块吧 十七块钱 底盘看一下节节的刷野路线啊 节节上开的要搞事 这里中路两边都是开始推线的 小虎A了一下 会心没有砸中 这里斯靠德在找位置Q 连人带兵的Q 露了一个兵 斯靠德两个Q 小微这里很细节的双Q 单Q双野 俊佳 诶 俊佳 一滴就换打野了 这是俊佳 我没看错吧 俊佳 我才看见 兄弟们有人跟我一样 才看见的吗 俊佳上场了 节节就下了 你们刚刚有人发现吗 这个打野是俊佳 我没有看错吧 一滴就换了打野 冠军之龙 进行了龙幻 没有人看见吧 对不对 不是只有我没看见吧 哇 一滴就这边进行了一个人员调动啊 俊佳上场了 身负重任 看一下能不能够带起节奏 只有我吗 真的吗 你们这么聪明 这里下路还可以 金格斯一级强势的 没有推欠 因为有一个 这一套打上去 而且是没坏闪的 嘎拉这里要没了 金花也没了 这把EDG下路打出优势了 这里走脸上吸到了嘎拉呀 嘎拉这里水量不行的 俊佳直接过来给亚里 有眼看见的又怎么样 你嘎拉能吃这么鲜吗 你波米来得很晚 波米这里直接来素宝了 要音乐你的名吗 这里没点燃的音乐名 是什么意思啊 妹口这里扛塔 哎哟 W啊 G了 嘎拉这里闪也没打没了 君家闪现一口 G了呀 RNG 闪现平安 带走 哇 瞧 这是什么呀 三级打一级 这里小虎还踢下来了 小虎这里踢下来了吗 上路也踢过来了 妹口卖自己了 妹口这里死了 但是中上全踢了 RNG这边节奏大乱啊 这里鸡跑要追 格文开鸡跑要追 什么意思啊 外面身上还有闪呢 你追我什么意思啊 回头打他 RNG这盘气了呀 RNG这一盘中上踢下来杀了一个辅助 人都还被波比拿到了 感觉三分钟游戏结束了 就因为万豪的一波 是田野 我约 田野这一手贴脸西 把嘎拉人吸没了呀 感觉就是一个 感觉就是一个五千年美女走到嘎拉脸上 嘎拉直接把持不住了 人没了 真的这一波 万豪走脸上 我田野 一波给他人吸没了呀 把RNG吸没了 这一波约打太果断了 嘎拉这里也被逮了 真没了 三级打一级 还是一个金克子啊 哇 这一手 再来 你闪现撞我没事 我把妹口卖了 你中上全踢是吧 我全军撤退 那这一波只能说两个字血亏 这里大波兵金线 还被EDG下落全吃 这里田野的血量怎么这么低呀 被谁逮了 哎呦 万豪出奇效了呀 万豪这个英雄 果然 果然是有奇效的呀 这万豪选出来 确实得选这种英雄啊 将进攻进行到底呀 这一排不进攻就无了呀 这里斯靠的中路又换一套 哦 小虎这里换一套斯靠的血量 斯靠的被打了一般血量 还是有点多的 外套四级 打两级打三级 下路压了二十刀 这里妹口跟俊佳又来了 小虎这波能往下靠的 小虎这里六级 斯靠的这里还在推中线五级 不过有眼看到了小虎的动向 EDG下落完全不怕了 来了中路二打二 这波逮小虎 小虎一个沿途走位走掉 那一个柱子 柱子到沿途上眩晕了一下 这斯靠的感觉可能要被打闪 不过小虎也是没有位移技能的 这波没有办法贴脸 这现在还行啊 现在还行啊 呼吸哥上路虽然踢到下路 但上路的对线也还行 身权哥也牛了一手踢的 一个Q上去 又几了吗 九童 感觉上路有没有机会 单杀一下呼吸哥呀 下路六分钟直接吃第一条火龙 节奏很快 但小微这里能下来抢的 看一下一个高别 我怎么走位走掉 这里想趁机会来抓一下 歪跑 我自己身上还有闪的 而且小明这里扣空了 这里微没有闪的 这里微要松了 这里松了 歪跑闪现平 RNG出问题了 小虎中路也在挨揍了 RNG这一盘 也要被进攻晕的呀 感觉 不过RNG现在还行 还行 看一下后续 伊丽基压你给的多不多 这里一个打断 没有打断小虎 小虎天天回家了 回掉了 关键 下路二十刀啊 这一盘下路 也是有点大的 而且嘎拉现在没闪 基本上出不去 不过Wiper现在也没闪的 自己要小心一点 一旦被杀一波 可能所有烈士全部扳回 A一下 分过去没分到 下路也是十打十打二十刀 小虎这里也不敢离开下半野区呀 不然很容易就被4月2了 小微的活动区域 基本上全部在下半野区 来了 这一波绕伊丽基下路 知道你Wiper没闪的 这里小明被Q出来 骇武打没了 这里小虎也来下路了 那这样子 OV6子可以退了 这里Mako也是 直接在这等了 不过这个兵线的话 伊丽基下路 闪现勾勾搭 Wiper死了 这波没办法了 一个腿伤害也打上来 给到金格斯吗 没有 沙皇拿下也还行 那这一波还是闪现勾呀 很关键啊 死掉了 这一波算是 RG找到一个节奏 让Gala发育了 自己下路塔皮 能吃一层 要音乐Mako吗 什么意思啊 有什么想不开的 Mako可是一个万豪 有一层护盾的 而且伤害很高 这里星江哥把F6偷了 还要偷红 星江哥开始干坏事 不过这里葛温正好来了 感觉这个红 哦 葛温没来 那这个红也要被 星江哥偷掉了 星江哥开始干坏事了 把你波比的上半野区钱吃了 你喜欢去下路玩是吗 红也给你吃了 F6给你留一只 那这样子自己 踩下去再吃一手果实 好像不吃果实了 要直接去了 一个勾 哎呦呦 很快的反应 直接交闪 不脱离带水 这里还要杀星江哥 三个人来包 包护星哥了 感觉嘎了 这里 一闪很果断 直接给你留住 死掉了 这一波一只 直接死了 没有办法了 葛温不受影响 一会就受影响了 这人头是谁的 感觉斯靠德要K 要给斯靠德K了 斯靠德拿下这个人头 延确 前期节奏英雄 还是需要点人头的 装备越好 就越变态 我这波小虎反应也很快 直接一滴机的中路 塔 这里深枪哥 哎 深枪哥这个位置很危险 但是小卫是不知道的 所以说也没有去逮 这个峡谷先锋 也是被EDD这边拿下来了 硬来干 深枪哥 这里吸一下果实 有血了 这里下路又干起来了 嘎拉可能要直接被秒了 小米走到脸上 挡了一下 而且这波反杀了 没一口啊 这波RNG下路两个操作了 这波团战 RNG下路两个打赢了 而且上半眼镜也在打 不过小卫这里是先被击杀了 峡谷先锋了 峡谷先锋谁吃了 峡谷先锋的话 还是被EDD这边拿下来 RNG下路这波二打 RG二连打赢哦 太安波利波波了哦 完全不敢相信啊 这波RNG下路是完成的一个 小小的逆境反杀呀 操作还是在线 不过嘎拉的补刀已经落后了三十刀 而且这个人头嘎拉没有吃上呀 看一下这一波 上路的回放 先上去口了他一下 然后吸了他一下 然后住了他一下 然后再口他一下 然后均站一个走位 闪现躲掉 然后口了一下 下过前锋 惩戒了一下下过前锋拿下来 这里下路直接闪现吸 又是走点吸 情况交下来 这个背背的不好 一个R被闪现躲开了 小米挡到了 然后这里踩甲子了 这一波操作还是可以的 没办法了 没闪呀 没口这里 可惜 这里已经是十分钟神话装了吗 恶飞牛子狂风了 现在RNG下路感觉出去 二位就要限杀呀 出去就要限杀 真的 现在赶紧推线 出去就要被限杀 嘎拉这边 这盘玩的相当之痛哭嘞 啊 春鹿的话 斯靠ド没有进一步的进攻啊 我感觉斯靠ド有点低迷下来的 要继续进攻 进攻进攻再进攻 来了小虎 没中 但突回来晕住了 这里小虎一个大招 被一滴击两个人全躲 小虎 小虎这里嘎了 自己会移 哎呦 C你好了 这里小虎也撞了一下俊佳 但是小明这里也不敢勾 小明还在走位 但还是被沿途突到了一下 雪亮 过去田野也来到中路 黄沉PK勇者胜 思考的要放霞谷前锋了 但没有放 这里背了一下小明 小明一个勾勾走 要音乐嘎啦 嘎啦直接被逼走了 这不嘎啦也没办法了 要车了 小明在这里给压力 耳机现在只能放手 放手再放手 下落的塔 被空陷了三层塔皮 四十刀 我的个鬼鬼 下落是个险古风 放的是 有点多余 有点多余 那这样子就只能 上落二塔撞一下了 只能撞一下二塔了 就只能撞一下二塔了 这嘎啦下落被压了 一倍不到啊 基本上是 小薇来到下落一个勾 小明勾到墙了 这一波 Wiper的大招没放出来 诶 Wiper这个大招没放出来 有点可惜 小薇也借助小明 位移走 那这波下落的下落 是撞出来血量了 不过这一波 感觉小明有闪大的 好也应该杀不掉 这一波 炎雀封落 小薇被封在后面了 记忆 小薇也倒了 哎呦 两个队伍进攻进攻 进攻的 晕起来了呀 无限的失误呀 都是 这里小薇也是一杠三的 跟上一盘的杰杰一样的 被打昏了 感觉就一直在死啊 死晕了 已经有点 这一里经济 也是来到了一个四千多 我的天啊 现在南四方有这么强势吗 南四方有这么强势吗 一个抠 葛温不受影响 乖乖呀 比赛真的足够血腥啊 一个冻结 你受影响了吧 但一个Q空了 上楼塔皮 一博六十块到手 葛温现在捡这个酒桶 都不掉血的 你这盘沙皇也没办法呀 小虎也只能吃吃捕刀了 小虎 经济来到了一个四千五百块 WIP这里发育有点太好了 回去BF了 神话装叫BF啊 那啦这里神话装都看不见 RNG这盘被血球了呀 下路裂口子太大了 第一波 第一波 Miko这个五千年美女的一口吸 给Gala吸晕了 真的 真的给Gala吸晕了 真不跟你们开玩笑 这一整盘就是因为Miko的那一口吸 真的 这一整盘的血球就是那一口吸 哎 小虎这里 波比大招摇住啊 下一下 下一下EDG的人 哎 小薇这里还很皮的来了一手回尘 哎 这里小薇 我天爷的距离不够 也不想杀你 要去杀格温 不过格温 塔下的兵也是被格温清掉了 感觉也杀不了格温啊 Miko这里不想放格温跑 吸过来 R回去 G也死掉了 哎 俄菲六四一个大大空 不会有狂轰接平A 拿下了这个人头 按B返还CD是吗 很骚哦 都是细节 都是细节 这里上路一台也是被带掉了 这一盘EDG的节奏同样很快 RG现在经济也落后了5000呢 跟上一盘一模一样啊 两边的进攻好血腥啊 神强哥来到中路清兵线 一棒锤下去 噢了 11级的神强哥 这里 第二条 虾谷先锋 EDG也是很快速的在打了 这虾谷先锋的话 把中路一塔再装掉的话 EDG这边就局势大好啊 冲突这个塔的血量也很低的 一半呢 感觉一口架两下平A就掉了 小虎吃了这个蓝buff 但是发育远远不够啊 要不蛤蟆也吃了吧 小虎我真的 吃了 没有吃 可惜 来了 直接撞 局势大好 背后这里还有闪的 这个侠狐行风好像撞不出来 要撞二塔了 这样子的话 中了二塔还要被撞一口 而且EDG盐全来找封路的位置了 RG这边要小心一点啊 小明给盐全有压力 不让他封路 那二塔还是要撞一口的 EDG这边也不着急 撞一口走了 这里想逮一下斯靠的 俊佳位置很尴尬 不过RG这边也不敢开这两个肉啊 肉组在前面也不敢开啊 现在装备差距太大了 这一波RG这边想来接这个小龙试一下 RG也不想 哇 活脱了 感觉这条龙不拼一下 下条龙太难了 那RG这一波团战有什么赢的资本呢 逆天翻盘吗 来了 先让小虎破壳 九筒的位置是被RG发现的 RG这一波绕后视野做的还不错 没有人可以绕他们的后 来了 封路啊 嘎拉被封在这了 第一时间背进去 嘎拉闪现拿开 进化也解掉 一个沿途拖到小虎 先秒了鸣 这里嘎拉也没有人A 只能A前排的肉 小虎的伤害打得很可以 但有中压的小嘎拉也倒了 这波团战感觉要是一个一换五了 完了呀 伤害差距太大了 RG也是不想玩的这局 第三条龙直接过来接 想要一波奇奇团战 但是你的对手是EDG呀 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机会的呀 那这一波一换五的团战 还是死的辅助 第一个封路加上深江戈 这里走嘎拉的脸 真的没办法 没一口这里抱进去 直接把嘎拉直接打得退出了战场啊 这波田野的进场 而且这里嘎拉连攻速鞋都没有 A人就在挠痒痒 俊佳看到以后闪现一口 你别挠了 我让你早点 早点去泉水里洗澡 真的你别挠了 早点去洗澡 该洗澡了这一把 这一把真的金克斯 真的 真不开玩笑 上一波团战还打了两千亿的输出 他怎么打出来两千亿的输出的 两边其实打的输出都差不多 但是EDG没有 没有什么人员阵亡啊 真的 这里厄飞流斯整整两件 你现在一 一整件的装备 自己身上还一个秒表 玩锤子玩 我天爷 这番感觉MVP牢牢掌握住了呀 我觉得啊 只要没有什么一天的送 感觉MVP到手了 18分钟 经济已经扩大到了一个七千多块 八千了 中路二塔 嘎拉站在这儿 那等兵线进来 感觉嘎拉就嘎拉 嘎拉就嘎拉 来了 看到你呼吸个响手 小明过来点视野 小明先倒吸过来运作 但小明上一波没有闪 这波有闪 闪先用出来 这里小虎在换经济 EDG直接退你高地塔 19分钟退你高地 RNG都没得守 这里格文上去硬捡一套 高地塔感觉守不了呀 小微这里从后突袭 一个大重水 要捶斯高德 但斯高德不给你机会 那这里中路高地塔 直接给你A掉了 我的个天哪 19分钟中路高地飞了 小虎下路二塔还带不掉 你也开死了呀 你也开死了呀 来着你 发现了小虎的存在 怎么说 就同这一波 有点肉 自己伤还有闪 完全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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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Viper 180刀啊 5-1-5的数据 真的有点优秀了 太难了呀 RNG这一盘也防守不住呀 什么情况 男四方有这么暴力吗 真的好暴力呀 哎呀RNG这波位置站得很好 一个柱子住回来小微 小微这里被爆进场 一个西西三个田野 这一盘田野的MVP谁能抢啊 这里剩下个把小明带走 田野扭走位扭掉了格温的 二段R也没有死掉 那这里20分钟大农也要没了 哇这一手万豪 感觉小明以后要玩万豪了 我说真的 小明以后绝对要玩万豪了 这一手田野教学局呀真的 这里把死高的闪现下出来了 小虎这里也是一个惊艳老道的一个老骗子了 骗在对面一个闪现 那这波RNG也是被迫三打五 眼圈一个封路 哎 嘎啦直接被封到上面了 军家牢牢地逞下这个大龙 小虎这里没闪的 田野又吸回来小虎记忆了呀 记得记得记得 小明以后绝对打太太也会玩万豪了 因为厄斐 金克斯这个对局万豪好像还真的挺BT的 这局没了这局没了 这局没有机会了 这局的烈士跟上盘 一滴机的烈士基本一模一样 两盘都是看不到任何翻盘的机会 就下落的口子被雪球的越来越大 这里一闪小微闪现一小兵跑了 一个棒锤把弗兰多米尔锤回去了 好 EDG抱团队下了高低 中了高低已经被EDG拿下了 这里Wiper还有闪的 这高低塔让炮车兵加远程兵A 就已经A的一般血了 Wiper这里也不着急上去A塔 这样子的话 感觉就是最后一波团战了呀 这波RNG能够混得住吗 感觉烈士太大了呀 高低塔没了 感觉Wiper要大招开团呢 Wiper大招 感觉要开了 营燕来了 还没着急A人 Wiper大招还捏在手里 格温直接切Wiper 但这波Wiper的位置太好了呀 走上去把格温秒掉 Wiper这么武器无敌 Wiper的ShootM Wiper这里还没着急 R的一下秒小虎 闪现有中亚的 小虎连大招跟闪都没用出来 而且田野这里进场秒掉了 一波凝换舞的团战 23分钟拿下了RNG的主机低 99%vs1%上校给了这个评分 军家很皮 直接的全人面前卡自己 闪现打开来 杀人猪心 军家 军家感觉被按在了 替补席了呀 完蛋了呀 军家这一盘杀人猪心哦 田野这盘MVP没有任何人能抢 真的 这一盘万豪MVP真的无人能抢啊 没有人能跟他五五开啊 一人我独秀 这一盘 中文字幕——YK